感谢大家在周末参加这个活动 也感谢中华书局的徐老师和李老师 给我们设立了这个平台 感谢刘亚东老师和王宁老师 来抽出时间来做评译 那么在这里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点心得 我的这个题目呢是叫 练习曲与古琴的执法逻辑和音乐思维 那么大家都知道 很多朋友都是弹琴的 那么古琴有 这里面有很深的 不光有音乐方面的 还有各种文化方面的 甚至有这种宗教礼仪方面的 各个方面的这些 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我想就是 关注在一点 我认为古琴 和其他音乐传统 相比较 非常独特的一点 那么这个独特的一点呢 是由于古琴的它的器型 有它的物质方面的这个原因 我们知道古琴的 像古琴这样的乐器 在其他音乐传统里面 是没有的 比如说它是有七根弦 那么这七根弦呢 七根弦的定弦之间的关系 都是大二度和小三度的关系 这些弦数较少的乐器 比起来就很不一样 比如说像小提琴 就是西洋的提琴类乐器 那么它有四根弦 这个弦也不是很多 可是它定弦之间的关系呢 都是纯五度 这就让演奏者 可以在一个把位之内 控制很多个音 而这个弦数更多的乐器呢 也是有比如说我们 对就是前面说的提琴类乐器呢 琵琶也是这种 琵琶也是这种情况 也是有很多 也是弦之间的定弦 也是一个比较宽的这样一个定弦 而弦更多的乐器呢 比如说像阳琴 或者是像古琴 那么它有很多根弦 它的弦之间的关系 一般也是一个二度的关系 但是它有很多根弦 很多根弦 就不需要在一根弦上取很多音 那么它也跟古琴很不一样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 古琴的弃琴 就是决定了它的取音的方式 以及它的执法 在这里面 在这个音乐的演奏过程中呢 是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这个讲座的主题 设定在它的这个执法上 那么古琴的执法 我想开宗明义的说一点我的认识 我们一说执法 往往就会把它跟音乐的技术联系起来 而当我们一说起音乐的这种技术 就会把它和艺术对立起来 这是我们从其他音乐传统 或其他乐器里面 得到了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概念 而恰恰是这些概念 束缚了我们对古琴的认识 也束缚了我们对古琴 它应该有的一些特点的一些 一些缠法 我的观点是对于古琴来说 这些先入为主的 以及从其他音乐传统里面来的 这些概念都是妨碍它的发展的 对于我来说 执法 其实来说 它不是通往艺术的手段 而它本身就是艺术 它就是艺术本身 就是我们把这种执法和音乐 执法作为一个实现音的手段 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要把它打破 在古琴来说 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成立的 执法对古琴来说 不是通往艺术的手段 而就是艺术本身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我们历代的琴谱里面 对不起 这个李老师后面 老师能听到一些噪音 这个对大家都很有干扰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把它笑掉 历代的琴谱里面呢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 有很多关于古琴的执法 非常有诗意的描绘 比如说像风经鹤舞 冰夜闲炉 孤雾固群 落花随水 粉蝶浮花 蜻蜓点水 飞龙拿云 螳螂不蝉 空谷传声 幽琴琢目 等等等等 那么做这些对于执法的 诗意的描绘 难道仅仅是一种描绘吗 一种描绘吗 我认为不是的 古琴的执子本身 我们熟悉 它叫简字谱 那么简字谱 本身本质上 它所定义的 跟其他谱子不同 不是一个音的音高 甚至不 这是偶然的吗 我认为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是由于古琴的本质特征 所以执法是古琴的灵魂 执法对于古琴来说 它就是艺术本身 我们在思考古琴这个音 作为一个音乐来思考 执法是一个密不可分的 这样一个因素 古琴和其他乐器相比 它的取音方式是最为多样的 取音方式 它的执法 是取音的方式 比如说它跟 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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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不同的手指组合上的复杂 而它的取音方式极其简单 你敲一个键下去 里面就有一个杠杆 这个小锤就会敲击这个琴弦 那么敲击了这个琴弦 它就会发声 所以它的取音方式非常的单纯 而古琴就不一样 古琴的取音方式 是极其 极其复杂的 我们可以用右手来弹 那么 左手 在上面取音 那么 那取音的时候我们用 用指甲来取音 是一种音色 用关节取音 又是另外一种音色 同时我们还有 左手的取音方法 比如说各种的焰 就是这种焰 虚焰 虚焰实际上得出来的是一个和声 因为当你虚焰的时候 它的琴的两段 都是在震动 它出现的是一个和声 而因为你 你这个虚焰的位置的不同 它这个和声的 里面的音的大小也不同 它有的 有的时候是 靠 就是 月山这段 震动的声音比较大 有的时候是靠 龙吟这个地方震动比较大 在中间的时候 两段震动几乎是一样的 那么 靠近这个 靠近月山的时候 靠近月山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上 靠龙吟那个方向的 那个和声 那个音 是比较大的 同时都有 所以它取音方式 就很不一样 还有各种掐起 什么这些 它都是取音方式 多样化 而这种取音化 它是 所以执法 它对声音是有定义的 定义的声音的质感 声音的色彩 而这一点 在别的乐器上 是做不到的 这是古琴 我们需要以执法为本位 进行思考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点 那古琴的执法 它还能够传递情感 传递 琴曲的意境 当这个音乐 旋律流畅如歌的时候 执法也应该行云流水 当这个音乐 鼓梦困惑的时候 执法也会 犹疑 持滞 而当这个音乐 开朗雄壮的时候 它的执法 编配 也应该是坚实果断 这是执法 可以直接 和音乐的情绪 做出极其 直接的 这样一个 一个关联 它既定义了声音 同时 也在视觉上 给人 是一个 它的古琴 弹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 举个例子 我们弹琴的时候 我这样做 大家看我的执法 看得清清楚楚 身体的各种动作 看得清清楚楚 而钢琴就不一样 钢琴它基本上是侧面 对着大家的 它的手 在键盘上 大家只 大部分时间 只需要听它的声音 这也是 我想这也不是 也不是偶然的 好 这几点 是说 这个执法 对于古琴的 这个 这个重要性 第二点 就是下 下一个 层次 那么我们得把 这个层次 再降一点 再降一点 我们知道 学过琴的朋友 都知道 古琴有一个特点 就是 难学易忘 很容易忘 那么你学会了 一首曲子 一个星期 不弹 你基本上 就不会弹了 你看着 谱子 弹起来 也很 也很难过 跟其他乐器 不一样 二胡 小提琴 你隔几个星期 不弹 你只要看着 谱子 试奏 基本上 没有问题 这就是因为 长期以来 古琴 经常是侧重于一种 肌肉记忆 我们大家是 靠这种习惯的力量 靠这种肌肉记忆 而缺少一种 理性的记忆 这个成分 这就说到 我今天想要 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那么执法 古琴的音乐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简字谱 上面竖写的 密密麻麻的 全是一些字符 是 很难去 去把它 去把它记住 它不像那个 音高谱那样 那么 那么直接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是有的 我认为 就是我们 学弹琴 首先要 把这个 每一首曲子 它里面的这种 执法逻辑 给 搞清楚 对于我们弹琴 也是有非常 好的一个 一个帮助的 这就是强调执法 强调执法逻辑 的另外一个意义 那么下面说到 我 总结了一些 弹琴的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执法逻辑 那么 由一个 卷单的 原型 那么它 其实 林林总统的 很多 大家看很多 琴谱 谈很多 琴曲 那么里面的 执法非常多样 可是呢 我们往往 可以把它 总结到 几个 原型 那么这些 原型 数量 实际上 是有限的 我们从 最简单的 开始说 最简单的 执法 原型 那么就是 依次 弹这些弦 我们知道 我们就以 这个正调 中 中旅军 来说 也就是我们 所谓的正调定弦 那么 七根弦 这是上行 sola do re mi so la 也就是 执语 公商 绝执 这样一个 下行 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 这是最开始的 我们把这个 作为一个原型 好 这就是 我们先说一些 大家看起来 一开始 非常简单的 一些原型 但是你会发现 最复杂的东西 都是由他们 变化 再到变化而来 就可以 一下子 就可以理解 很多东西 这是一个 最简单的 母题 那么就是 依次 依次谈这些弦 大家把这些弦 之间的关系 记清楚了 记住了 通过练习曲 把它内化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往上 稍微高一点 这几根弦 每个弦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大二度 或者小三度的关系 它在不同弦上 回应 比如说 空弦 我们叫它散音 一弦的这个散音 在其他弦上 找跟它相同的这个音 这是第二个 最重要的一个 执法母题 最重要的一个原型 我把它分成了 从最简单到最 到复杂的这些 八度的关系 隔一八度 也就是说 在第三弦上 找第一 找第一个弦的八度音 它是在九辉 上行的隔一八度 我把这个叫做 上行的隔一八度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原型 就是在不同弦上 找同的音 那么它可以是隔一 也可以是隔二 隔两根弦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四弦上 找一弦的这个同音 它是在十辉 五弦上 找二弦的八度音 都是在十辉 下行的时候 是在九辉 这是第二个原型 就是我管它叫 隔一八度 隔二八度 当然也有 铃弦八度 铃弦的八度 是在七辉和八辉之间 这样一个 铃弦的八度 用的很多的 在曲子里面 隔一八度和隔二八度 是非常多的 好 非常简单 这两个 最基础 最基础的原型 琴曲里面 比比皆是 好 下面稍微再复杂一点 稍微再复杂一点 两根弦上 在 掐起 按音 比如说 我们这样一个组合 也是在 琴曲里面 用的非常多的 举个例 大九挑七 然后 铭石 掐起 然后再 再挑六 挑六 不说的话 就是在石灰 挑六 大九挑七 铭石 掐起 挑六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圆形 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加 加走音 比如说我前面 可以在前面加走音 这个 大九挑七 我们可以加一个 比如说加柱 稍微复杂一点了 是不是 或者是 我们不但在这个 七弦上加走音 在六弦上也加走音 大家看 是不是 还是在前面 那个圆形上 变化出来了 就是一个 掏起 按相邻外弦的 这样一个组合 掏起 再突然一个 好 再复杂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 加 进附 在前面 我们加进附 是不是 这就很像 某一个曲子里面的 一些段落了 加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现在 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叫 母题三吧 母题三跟前面说的 母题二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 格弦八度 这个母题 结合起来 当我们 弹了这个 明石跳六以后 我们找 哪一个 哪一个散音 跟它是同音关系呢 是一个八度呢 我们发现是三弦 好 这就是 把前面那个 当然基础是 先把前面两个 最简单的圆形 都把它 滥书于心 非常熟悉 在某一个辉位 都把它掌握得非常清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毫不费力的 加上它的一个 八度的低音 和 然后再复杂一点 我们再加进附的 还是从这个母题 这两个母题 叠加起来 形成了这样 那么在曲子里呢 你可能看到 它前面加的 不是一个进附 而加了一个分开 加一个分开 所谓的分开就是 左手的 一上一下 那么右手的 一入一出 这就是一个 在这个母题上 演化出来了一个 演化出来了一个 更为复杂的 在前面加走音 加的是 以更为复杂的走音 加的是抹挑 而且分开的走音 再加上第二个 第二个这种 隔弦八度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母题 这样的 有千变万化 有千变万化的 一个种类 那么 前后了 这就是一种组合 这组合呢 这是我在 前后都加了走音 前面我们加了一个 加的是分开 掐起 掐起以后 跳六 明实跳六 跳完六以后 走音上九 上了九以后 和它相合的 这个散音 就不是三弦了 就变成四弦了 如果大家对于 前面那个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 母题 烂熟于心的话 这时候你就可以 不假思索的 加上四弦的散音了 对 这两个是一个八度 八度相合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走音 所以散音八度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我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种 这种执法 圆形的思维 就可以让我们 把看起来是 零零总总的 这种执法 执法的组合 变成一个 你最后发现 它都是从一个 极其简单的东西 发展出来的 而这些极其简单的东西 当它们互相叠加的时候 就可以有无数种 无数种变化 那么我们用这种思维 来分析传统的曲子 来打谱 来看我们新的 新的谱子的时候 就会对我这个谱子 有一种理性的认识 而这种理性的认识 是基于古琴这件乐器 它自身的 这种 气形特点 和它 是它的一个本质的特色 区别于其他乐器的一些 一些特点 当然这个变化 可以有无数了 还可以加波拉 对不对 加上这些 加波拉 加这种 搓 大搓 我们可以用搓的这种分开 大家看 我现在换了一个位置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只是在七灰了而已 你看 在七灰还是前面走音 基本质上就是 对不对 大七挑七 明七六 掏起 然后是明七九 挑六 还是一个 掏起 然后挑 相邻外弦 我们可以把它加上 在前面 比如说我们加上这种大搓 现在 现在它的散音 跟它相合的位置 如果是我面对面上课 我就可以 作为一个 临时的考题 你来回答我 应该是哪根弦 如果你对前面的 那个简单的母题 够熟悉了 你就知道 应该是五弦 对吧 这个时候 五弦是跟六弦的七灰九分相合的 所以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练习曲集里面 练习曲 怎么用 能够物尽其用 是用这种思想来用 就可以 发挥它的作用 练习曲 是为了让你 达到对这些 辉味的熟悉程度 我可以谈一个 里面其中的一个 大家可以明白 我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 掏起暗相邻外旋的母题 我只谈了一种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说的 加各种不同的情况 加前后走音 加分开 但是我只谈这样一种 一种就是进负的情况 再来我再来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订阅一下 再来到这个地方 再来到这个地方 一种地方 然后再来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订阅一下 我可以订阅一下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类似这种 把它训练的是什么呢 训练的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常用的一个执法的组合 同时在不同的会位上 不同的弦 哪一个上面是七灰六分 哪一个上面是九灰 哪一个上面是八灰半 哪一个上面是十灰 哪一个上面是十灰八分 把这些训练的都是烂熟于心 那么大家就可以在做各种各样的组合 比如说你可以把进幅改成退幅 然后再或者是在掐挤完了以后 挑的那个音进行走音 然后再找它的这样组合 就可以衍生出衍生出很多来 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三个 那么再说一个第四个 我就想用 我觉得就足够了 就可以来用它来分析一首曲子了 大家就会发现 这一首曲子里面没有别的 就我说的这几件事情 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 第三种情况 比如说就是 我把它叫 《抹条沟》 比如说在流水里面 那么有一段 流水里面的有一段是这样的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这三组音极其有规律 对吧 极其有规律 极其有规律 它都是 抹条一根高的弦 下面 接着挑它的相邻外弦 我把这个离身体远的叫外弦 离身体近的叫内弦 那么这个跟二弧不一样 这个地方外弦是低的 内弦是高的 抹条一根高弦 在这边挑相邻外弦 然后勾 下一个相邻外弦 所以在 五四三上 那就是抹条五 然后挑四 勾三 下面 它把同样的这样一个 执法 执法的这个 pattern 这个母题 转移到了四三二 它下面又是 抹条四 挑三 勾二 后面同样的母题 转移到了三二一 抹条三 跳二 勾一 只不过 那么当我们 这个打谱好坏呢 你把这些节奏 给它 打散 那么就会出现一种 非常跌宕的 但是你听起来 好像你在音乐 它变成音乐的一部分以后 你乍一听 你就听不出 它这种母题来了 可是本质上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母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做 这种抹条的时候 抹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注意 这个手放在哪里 因为抹的时候呢 是悬空的 这个手是悬空的 当你挑的时候 悬空挑也有 但是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要保留指 保留指的原则 就是下一个勾在什么地方 而刚才这个 就是在抹条五的时候 挑五的时候 保留指要放在三弦了 因为下一个勾是在三弦 好下一个抹条四 保留指要放在二弦 抹条三 保留指放在一弦 好 这是三个弦的情况 四个弦的情况一样的 我们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不是流水了 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这个时候是四根弦 那么我们在抹条六的 完了以后 保留指就要放在三弦 因为下一个勾三 好 同样的pattern 同样的母题 我们应用到 五四三二 同样的母题 应用到四三二一 那么它可以是 我举例是三根弦的情况 可以四根弦 也可以是两根弦的情况 两根弦的情况 又比比皆是了 它只有一声了 抹条七 就勾六 那么它只有在两根弦上 还是同样的一个母题 那么这个母题 在平沙落雁 这些曲子里面 在六弦和七弦之间 来回交替 这样的曲子里面 就大量的应用 那么大家可能 没这么去显过 可是你仔细一分析 你一看 平沙落雁那一段 不管是哪个门派的平沙落雁 到了那一段 都是这样的 都是在这里 这是那个 这是这个没安排的平沙 平沙 在两根弦上 是两根弦上的情况 好 刚才说的 比如说流水里面 它是散音的 那么它可以 当然可以是一种 可以是有暗音的 当加了这个暗音以后 就来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了 因为你一加这个暗音 你就可以加进负退负 加各种各样的 甚至加加轮值 还可以 完了以后再走音 这都没关系 都并不妨碍 你把它理解为 从这个母题上面 做出来的 这样一种变化的 不变化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跟前面那个母题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加分开 比如说 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还可以在 这个结束以后呢 在外弦上 在这一组弦的外弦上面 加一些新的一些修饰 这个时候 我们上到了六灰四分 上到六灰四分 这时候 我就会再考我的学生 那么这个时候 你跟他相合的这个散音 是哪一根弦呢 这个时候要跟他的 相邻的内弦了 比他高一根的弦 在四弦上 那么这个音 就应该是五弦了 同样你可以下行啊 你可以不往上走 你可以往下走 我用明指了 不用 也不一定 全都用大指 这个地方用明指 这时候跟他相合的 是他的一个相邻的外弦 好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这是把母题二 和母题四结合起来了 我刚才说了 母题二非常重要 就是隔旋八度 临旋八度 这些 这些临旋八度 非常重要 因为他可以和后面的 任何一个母题来结合 取得一个跟他应和的这个音 古琴的这个音色的特点呢 你在某些地方 加上一个散音 在那垫底 就像一个乐队里面的贝斯一样 是可以把这个音 烘托得非常的丰满 那么 跟他是同样的一个 他一个同就是同音八度 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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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这可以在任何回上做呀 可以在任何回上做 可以在九回这个区域 在九回上做 那九回注意 五弦 他就应该是八回半了 这也是建立在前面 对前面的那些母题的这个 熟悉的基础上 同时 我们还不一定非要这么顺着下去 他可以跳过一根弦 但是情况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在 现在我们不到五弦了 我们就到四弦 好到这了 用四弦 从九回 从十回上到九回 再找跟他硬核的这个散音 应该是七弦 对吧 这样子 他旋律 可以出来这个旋律了 那么如果这个 下面这个音 比它是第一个大三度 第一个纯四度 这种情况下 就要跳过一根弦 再找到下一个 下一个回位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总的来说 还是这个三弦 某挑钩 这样一个母题 那么通过练习曲 可以把它内化 当你把它内化以后 你就可以用这个 去 去弹一些曲子 弹一些传统的曲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样一个组合 是到处都有 好 那么现在 当然你还有各种这样的情况 你前面不一定是某挑 你可以用勾替 你可以完全用勾替来代替 都是这种情况 可以用勾替代替它 这都是一些变通 下面我来就是 用这个方式 我们来就是分析一下 可能弹琴的人 现在都弹过的 关山乐这首曲子 我们看关山乐一开始 一开始就是散音按着顺序来 对不对 一二三 母题一 下一个就是隔弦八度了 对吧 三弦 它隔二弦的 是在石灰 如果大家通过练习曲 对母题二 极其熟悉了以后 到这里都可以 不假四锁的就出来了 这基本上是 是一个单音 这些单音的组合 好 下面这个 这是什么呢 那母题三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是大搓的分开 分开 在十灰 在九灰 对不起 在七灰 掐起 七弦 掐起 然后过渡到六弦 就是这样的一个 这基本上就是按着玄序来的一个四五 然后一六的八度合音 好 这个地方 三根弦的 抹 抹挑 然后再挑 再勾 对吧 这是第四个 刚才介绍的第四个母题 只不过再介绍这里 它也是加了一个分开 到了这个钩的地方 它加了走音 好 这个加了一个轮值的电音 后面这个同样的母题又出现了 现在 前面是在七六五上面 做这个三弦某挑钩 现在呢 加了轮值电音以后 它转移到了五四三上面 大家看这里 对不对 然后这里加了一个抓起 这完全是母题三 这完全是母题三 就是我们前面这个 完全是这个东西 它到了这里 掐起 掐起 向林外旋 向林外旋的时候的 加了分开 又是掐起 又是向林外旋 然后再到了这个地方 第二个母题 也就是说 隔弦八度 基本上 这个到这就完了 这个曲子就完了 又来了这个 开始重复了 对吧 所以说来说去 前面说的这四个母题 就那点东西 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曲子 长的曲子 比它复杂不了多少 基本的这些母题 和它的一些 我也可以把它叫做 圆形以后 你就会发现 最复杂的那些曲法 都是由这些圆形 圆形变化过来的 或者是叠加出来的 好 我想这一点 我就说到这里 下面进入到下一个 就是我最开始说的 这个层次 那么 当然 这个是要通过大家 对通过练习曲 把这些原则 把这些位置 和组合都完全内化了 把它完全消化了 就可以应用自如了 那么再说到 下一个层次 就是执法 这些执法 不光是有利于 我们去掌握一个曲子 不光是有利于 我们去 很快地学会一个曲子 不容易忘掉一个曲子 理解一个曲子的 执法逻辑 它同时也会表达 音乐的感情和意境 我想用一顾人这个曲子 来说明一下 那么一顾人开始 是大部分的这个 泛音 然后后面接着一段 是一段暗音 以暗音和散音为主的 我可以把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泛音的这个部分 就是开头 我也稍微弹一下 音乐的感情和意境 好 翻音完了 后面这一段 音乐的感情和意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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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想说这个地方 那么这一段 跟前面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前面我们古书上说 泛音像天 像天一样 很轻 确实很轻 那么散音像地 很厚重 很厚重 那么暗音像人 千变万化 不同的触弦方式 就像 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性情 不同的这种质感 不同的色彩 前面一段开场 是以泛音开始 紧接着就是后面这一段暗音 那么这一段暗音有一个 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体会到了没有 它非常的不顺畅 我说的不顺畅 是一种有意设计的不顺畅 不是说你弹的不好不顺畅 它就是要不顺畅 它这个音乐本身 首先它就不是一个流畅如歌的这样一个旋律 它是一个比较犹豫 比较好像有一个人 有某种事情决定不下来 在那里非常的迟疑 不顺 就是很 很犹豫 很苦闷的这样一种 一种情绪 而它在这种 执法的设计上 那么我认为执法的设计上 它是一种 用了一种不合逻辑的执法设计 那么我这个不合逻辑呢 我就要打引号的不合逻辑 这个不合逻辑指的是 不是用最省力的方式 弹出这一段旋律 这一段旋律完全可以用更省力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 它普字上写的全是用大指 就是 这个地方是用无名指 无名指按七挥九分 挑六弦 上七 上七完了以后呢 它让你用大指再按七 大指再挑七 挑六 然后呢 又让你用大指去勾四 就是编成了这样一个 我们都知道 那么大指可以同时跨两根弦 那么在挑六 挑的时候 通过甲肉转换 完全可以做到 这个音的不断 可是到了这里呢 你再让你用大指去勾四 你就不可能不断了 你必须要断 你必须要把手抬起来再过去 这里就有一个断 那么如果我们用 就是通常所说的合逻辑的指法 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把那个音用 用无名指 我们就可以做到更流畅 你看 音就可以不断 就比这个要顺 而且它这个完了以后呢 它用的是勾 那么勾的指法是一个入弦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这手指是往你身体这边靠 可是它下一个弦呢 又不是内弦 下一个弦是一弦 下一个弦并不是说 你手指再往这边走 那么下一个弦如果是 挑七 那make sense 那可以 可是它下一个弦呢 是勾一 那这个这就说了 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给你造成了一个 持质 持质 打断 而下一个动作呢 你要把手 本来是以往回走的手 再伸到远处去 在伸到远处去 它不是一个最省力的 执法设计 但是 这里的不顺畅 不合逻辑 恰恰是最符合逻辑的 因为这里的这个音乐 就是一种苦闷的 一种犹豫的 一种 不顺的 表达一种不顺的心情 它在执法设计上 就设计一些不顺的 这些东西 同时设计一些 磕磕绊绊的这种状态 而这种磕磕绊绊的状态 恰恰是在这里 最最好的表达了 这一段音乐 同时呢 它和后面这一段 后面那这一段 就又跟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面这一段 就极其顺畅了 经过了这一段 磕磕绊绊以后呢 后面这一段 极其顺畅 就是非常合逻辑 省力的那种合逻辑了 有了前面那一段 磕磕磕绊绊 苦梦彷徨 后面这一段 执法的行人流水 配合的就是旋律的顺畅 这是我说的 就是下一个层次的执法 那么执法 它不单是一种 不单是一种 实现这个声音的手段 它本身在表达这个音乐情绪 跟音乐情绪的这个配合上 它是融为一体的 这个执法设计 这是好的执法设计 有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打谱的时候 看到有一些古谱里面 觉得不顺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要想一想 这是不是古人 就是要这样表达 故意用一个不顺的执法 来在这地方表达某种情绪 事实上往往是这样的 我觉得后来 尤其是到了清代 就已经有一些趋向 把明代的一些谱子就改了 改的就是用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 把一些 把一些这种变指和变工 就把它变成了工音 变成了指音 把那些变化音都去掉了 在执法上也是 就是把打摘变成勾替 这样种情况也有 另外也有一些情况 是把看上去不太顺的地方 改的就特别顺了 那么我认为有很多 有的地方是可以的 有的地方是不一定 就是是一种合理 因为执法 它的是配合着 这个音乐的情绪进行的 这是我的就是第二个例子 最后我想我们的时间 对不起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 这就是最后做一下总结吧 那么 还是我那个就是最开始说的这个观点 那么执法是古琴音乐的中心 我们要打破这个执法 作为实现音乐手段的这样一个既定概念 执法它本身是音乐的一部分 它本身就是 就像 就像书画里的笔墨一样 它本身就是 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而古琴用简字谱 这不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用简字谱 它不但定义了这个声音的大致的高低 同时它还定义了你获取这个声音的手法 同时定义了这个声音的质感和它的色彩 而一些运 由于这种执法所规定的这种手的这种运行方式 和触拳的这种方式 它是和音乐的情绪是水乳交融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 请大家批评 谢谢 谢谢